那待会就请各位试试看 就是101年的监管明系终表 反正它最大的问题是 它的笔数不一样 而且有一笔有两笔 还有没有的 就是笔数不一的 工作里面常常遇到就笔数不一的 对不对 那你合并之后 你要怎么去解决 如果有一笔怎么做 两笔怎么做 然后没有资料怎么做 没有资料就不要call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待会可以先想想看 这个题目部分 然后程式也许可以先不要看 自己用刚刚的方法试试看 那再来的话 最后会有个问题 因为2月份 我刚刚是我删掉一些 不过各位有没有发现 如果把1月的call过来 2月28没有 2月30也没有 所以理论上 如果把它合并之后的话 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把它清楚 合并过来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因为 它的格式 它没有 所以它会呈现 这种状态 因为它没办法套入 那个格式 那理论上应该 这个资料是不应该 出现在这里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 把它删除掉 对啊 删除掉的话 当然如果用人工来做的话 是可以右键删除 但如果你资料一多的话 或者你是要一连串的 自动化 你当然应该怎么样 自动判断 自动删除 OK 所以 这地方的话 请各位想想看 删除列 我们有讲过 OK Rose 哪一列删除 那我前面讲过 就是如果人家删除列 建议是从后面删上来 你不要从上面删下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删掉60之后 有没有 应该删61 可是61呢 因为你60删掉 它会跳到60 所以变成你61这一笔 永远删不掉 但如果你倒过来删的话 61删掉 它就下面地补 它不会影响上面 OK 所以第一个 我们前面讲过的 你可以什么 所以如果要删除列的话 for i 等于什么呢 最下面一列 到第一列 其实第一列不用 第二列吧 step-1 负1的话是颠倒 反向回圈 OK 向下追踪 最下面一列 到第二列 反向回负1 这个一定要加 因为这有同学问说 老师不加会怎样 不加 就是最下面一列 跑完就结束了 因为它又加1了 加1就往下 它不会往上 OK 所以这边一定要step-1 那接下来的话呢 最关键就是说 那我怎么知道说 出称格里面的资料 是不是一个日期 所以是不是一个日期的话 那我们这边可以用一个逻辑 VBA 其实是不是一个日期 是不是一个文字 是不是一个什么的话 VBA里面的函数呢 都是一直开头 一直 一直什么呢 是不是一个阵列 是不是一个日期 是不是empathy empathy是空的 里面是不是空的啊 就是有点像那个 Israel里面isno那种概念 对 isno 然后这边isale 是不是发生错误等等的 这边有isno 那isnumeric 我们之前好像有讲过 是不是一个数字 是不是一个数字 OK 然后是不是有物件 大概是这一些 那isday 我前面这边有多打一个VBA 反正VBA里面所有的函数 你打VBA点他都会出现 如果你实在不知道 这个isday或者其他怎么做 你可以按F1 反正这边都有相关参考 一般当官方的字典 虽然写的实在是非常的糟糕 但是也不在完全没有参考资料的前提下 他就最好的资料 而且是一手的 对 我一直想那个问题 我从二十几年看他就写这么糟糕 到现在还是这么糟糕 怎么会一直都没有改进呢 而且里面写的都一模一样 更糟糕是以前还写的比较好 而这个旧版 你知道旧版以前是按F1 就跳一个视窗 直接在window 他现在是跳到那个网页上去 然后呢 以前是直接翻译成中文 现在是由英文再翻回到中文 所以反而以前旧版的那个说明 有的时候按F1 你看到的会比较OK一点 那所以反正知道一下就好了 然后呢 isday刮符之后的话 你就给什么了 给他我们那个里面的资料 所以我就直接把那个sales里面的资料 拿这个来改好了 sales 刚刚说sales的I列的A栏 有没有I列的A栏 如果里面的资料 当我什么时候要删掉它呢 就是不是 isday它如果是它回来就是true 如果不是的话呢 就等于false 所以我们要删 你要想说什么情况下要删呢 就是当它不是一个日期 叙述方法要熟悉啦 因为我发现这很多同学也不容易熟悉 可能就要不是 你写很容易 但是你突然要用VBA来叙述就会卡住了 不是就是这样 等于false就不是判断的不是一个日期 应该可以知道意思 then 然后就把那一列给删掉 这个前面插过 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它执行给各位看看 执行 全部删掉 OK 它就会瞬间把全部判断完 然后呢 只要不是就通通删掉 所以如果你要更OK的话 你干脆直接在这边打一个call call什么呢 call它就可以了 把这个拿到这边 这边加一个call 就是全部跑完之后 直接就删除 就不会有那些不应该出现的日期了 OK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试一下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那个104年的捐款明细 把它合并在意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